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梅花開似雪 紅塵如藝梦 枕潛淇淚共戒潛雨 甜甜滴滴成心痛 一道诗初相见 万般柔情都深重 但愿同缠也阳尽 万柔时光不虚荣 情如火和失眠 还是山梦空对缘 但愿同缠也阳尽 万柔梅花不虚显 一道诗初相见 万般柔情都深重 但愿同缠也阳尽 万柔时光不虚荣 情如火和失眠 还是山梦空对缘 但愿同缠也阳尽 万柔梅花不虚显 但愿同缠也阳尽 万柔梅花不虚显 万拢 少爷 少爷 让我帮你去看看 万一他没走呢 少爷 少爷 你怎么还坐在这儿 你刺激了他 去帮他一个人走 少爷 少爷 你不能去 少爷 少爷 你不要走 走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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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帮他拉回来 他不能一个人去 少爷 你不能去 少爷 少爷 别人 齐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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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天哪 这算是一种惩罚吗 老客对我是一个讨厌是不是 我也许有些糊涂 有些迷失 可我对齐勋的心绝对没有变哪 天哪 可我爹 爹为什么不了解 爹为什么要断绝了所有的沟通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带他回家吧 我求求你把他拉进来 不要再让他继续折磨自己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去吧 二少奶奶 起来吧 二少奶奶 家里头这么担心着你呢 我出来到处找 找到杨大夫那儿 他说你刚走 可是你怎么不过回家路上走 而跑到这儿来独自伤心啊 你瞧这儿风多大 小心着凉 我送你回去吧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我送你回去吧 杨大夫 我先送二少奶奶回去了 你也快回去照顾你的病人吧 二少奶奶 咱们走吧 然後再说你 你我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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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ompag コーン 你不得了 你 你 你 去 了 美 吧 還記得 是我之前 你 我 洪大三個人 曾經在後院舉杯痛癮 你酒後吐真言 承認你為樂媒動了心 我當時聽了真是心驚肉條 假如一開始 咱們就是齊頭並進地追求樂媒 你絕對是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說不定 我還得拱手讓之 我記得的結論 不是拱手讓之 而是當仁不讓 記得我跟洪達爭著等下輩子 而你卻說 這輩子 下輩子 下下輩子 永永遠遠 樂媒都是你的 可你也知道 事實擺在眼前 我連這一輩子都要不起他呀 我對每個人都說過 我希望他改嫁 我這麼痛苦又辛苦的遮掩至今 也就是為了要他改嫁 可我從來沒有說出下面那句話 現在 我衷心誠懇地告訴你 下面那句話就是 我要他改嫁的人 正是你 只有你才配得上他 只有你才能把他導引回健康 正常的路途上來 所以我拜託你 我求求你 娶了他吧 我該怎麼說呢 合手稱慶 還是謝謝你如此抬舉我 你難道真的就這麼不開竅嗎 起仙在外頭 我不光是在教訓樂媒一個人 我說的那些話也是跟你聽的 我講的是道理 對每個人都使用 包括我自己在內 當初我跟洪達固然很失意 可是我們沒有因為這樣 就被失意給活埋了 你以為這大半年來 我跟洪達在幹什麼 難道是在遲遲地等著你開口 等著你二選一嗎 那你就完全錯了 人生中有樂趣 有意義的事情還多得很 像我鑽岩藥 治人機魁 洪達呢 也接手了家裡的茶莊 聽說幹得還很起勁 我們家都沒有在原地探親 都是麥海大墓朝前走的 走過了黑暗 就會有光明 就會有新的事物 就會有新的希望 我想我跟洪達 都已經走得很遠了 再也不是那兩個醉言相向 真的等下輩子的糊塗蛋 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明白 你說了這麼一大堆 跟我說的完全是兩碼事嗎 我現在沒有心情聽什麼大道理 我現在所能想到的就是 你配得上樂眉 你也明明喜歡她 那你為什麼不肯娶她 你給我一個理由 給我一個足夠說服我的理由 我 我現在不需要 用什麼理由來說服你 這種事 不是一廂情願 你我商量完就算完的 更何況 現在來說 樂眉跟我 一個不情 一個不願 光這一個理由就足夠了 你為什麼不願 為什麼 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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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就說 我已經有心上人了 行不行 我不信 我不信你會有什麼心上人 你自己也說了 你成天忙著鑽研要理 治人疾苦 你根本不讓自己動心 你會有什麼心上人啊 你真是不講道理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事情 卻被你弄得像是我在中間 無中生有似的 你要說不出個人來 我就當你是無中生有 你 好 我告訴你 是紫燕 我心上人 是紫燕 可以嗎 你以為擺出紫燕 就可以說服我了 是不是 我明白了 你這樣推脫拒絕 是為了我 對吧 你當我是嘴上說說 其實心裡裝滿了妒忌 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爆炸 所以 你為了顧全友情 為了朋友的道義 你非拒絕我不可 你很聰明 拿紫燕來當擋箭牌 我還真的差點被你給虎住了 誰說我虎你來著 請你聽我把話說完 今天看見樂眉被折磨得如此痛苦混亂 我只覺得 我的五臟六腑都給撕碎了 誰說我不開窍 你說的話我全都聽進去了 而且如同醍醐灌釘 真的不可以再讓他拿青春陪葬下去 既然他對老柯都能夠產生感情 那麼像你這麼一個優秀的男人 自然更能夠吸引他 所以 只要你能放手去做 他會被你打動的 請你去要他 為了咱們的友情 為了朋友的道義 去要了他吧 我不會妒忌 因為我只剩下一種感覺 那就是心痛 無比無比的心痛 我不要他被活沒 我要他好好地活下去 我求你去救他 答應我 答應我吧 答應我 答應我吧 我不會答應你的 如果說今天 我心裏面沒有子彥 我也不會答應你的 更何況 我現在心裏面只有子彥 那我就更不能答應你了 怎麼說 真的是子彥 真的 可是 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他有沒有開始 我不敢說 我只能告訴你我的開始 打從你受傷起 他就已經變成了我的左右手 在那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們談得不多 談話的內容 也從不涉及私人 可是奇怪得很 我就是覺得 跟他在一起很自在 好像語言是多餘的 我們根本不需要多言 就會知道彼此的心意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 心有靈犀一天通吧 接下來 我看著他任老任遠的照顧 你來順受 受盡委屈 我無法施入無睹 我從關懷他 到瞭解他 到心疼他 到心疼他 他所承受的 是你難以想像的壓力 他所付出的 也是你難以想像的犧牲 假如說 他曾經是一隻不起眼的 甚至是一隻醜惡的毛毛蟲吧 經過這一段的忍辱負重 和完全的舍己為人的過程 他也已經破勇而出 蛻變成了一隻美麗的蝴蝶了 他的蛻變 我從頭到尾 都是親眼目睹的 你說 我怎麼能不感動 怎麼能不心動呢 原來如此 你既然這麼喜歡他 怎麼不早告訴我呢 還有我左一句 又一句地逼問你 這才逼出一片真心話來 現在想想 剛才的我真是蠢的可笑了 我也不是刻意意外 只是 但是 還不到您說的什麼 為什麼 紫嫣正是鬥口年華 你又是這麼理想的對象 還等什麼 是我的緣故 你放心吧 我雖然不是個好主人 但是這點體恤的心我還有 也許 我再也找不到像紫嫣 這麼好的丫頭了 對這麼好的一個丫頭 我就沒有給她幾天好臉色看過 今天 我唯一能對她做的一件好事 就是把她給我最好的朋友 不是嗎 不 我不要 少爺 我不想這麼早許給人家 讓我在你身邊多次不理解 我們的談話 你聽見了多少 全聽見了 你再告訴我 你已經聽見了萬里對你的一片真心情意 而你還不希望我把你許給她 我 楊大夫的一片真心我十分感動 我也知道像我這樣出身的人 他還能夠看得上眼不嫌棄 那已經是我的造化我的了 不是我不知好歹 實在是我沒有法子在這個時候管自個兒的事 你瞧你為了躲二少奶奶 只從莫言宣躲到這兒來 也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更不知道幾時才能回到韓松原 在這麼苦這麼困難的節骨眼上 我若是還有心思來談自個兒的眾生大事 那我真的不算個人了 楊大夫會明白會了解我的意思 是不是 我就說還不到時候 這事不著急 我是完全真弄紫燕的意思 你就不要勉強她們 她說得已對 在這個節骨眼上 你正在受苦 而我是你的好朋友 又怎麼能歡喜得起來呢 所以 這一切的一切 就讓她順序自然吧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 我可以請你 我 万里 你叫我什么 你刚刚叫我什么 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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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生我气吗 生气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可是你坐着脑油动不动 还叹着气 也许还皱着眉头 你在想什么呢 我还在担心 你在生我的气 我生气 我这一辈子 也没这么敢过 我带着一生的罪 始终觉得自己丑陋极了 虽然 我没有少爷那样的伤疤 可是 我觉得比他丑陋千万倍 你却说我 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在你的眼里 我真的像蝴蝶一样美丽 你真的愿意等我 你真的不嫌弃我吗 真的 真的 统统都是真的 听着 你既然已经投入了我的怀抱 从今以后 我将不只是分担你秘密的人 我还要分担你的喜怒哀乐 你的罪与罚 和你的整个人生 懂吗 当一天 这个一切 叫咱们都能放得下的时候 我就一定带着你援走高峰 我一直怀抱着 志在四方的理想 到了那天 我望文问信 你不要包扎 我们不叉不碎 浪迹天涯 穷毕生之力 亦都难输罪 好吗 快点 快 快点啦 快啊 你瞧 你瞧 我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床铺整整齐齐的 好像根本没睡过似的 然后我就跑到花园里去找 连落月轩 我也撞了胆子进去 可都没有看见小姐啊 你瞧 我听思安啊 我看思安了 你瞧 这是绕梅有是不是 原来他到思安去了 奇怪了 可咱们前几天 才拼命劝她回去 她都不肯啊 怎么今儿个 自个儿突然回去了 而且也不等等咱们 这 好奇怪啊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多说了 赶快收拾收的东西 咱们走吧 等到了死安 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 开门呢 阿梁哈 wenn sie 阿梁啊 阿cut 快开门了 快开门了 重奶奶 小埂 First 你們怎么回来了 我问你 我问你 乐媒她是不是回来了 她人在这儿 对不对 乐媒小姐 没有啊 她没回来的 重奶奶 这怎么回家 那她到哪里去了 到底到哪里去了嘛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子言说 她跪在一片草原上 哭得好伤心哦 也不晓得 子言是怎么把她给找到的 那是不是当初跳面具舞的地方 就在万里的药铺附近 如此看来 她对启轩的思念 不但没有逐日渐轻 而且逾日俱增了 我 我已经是极了最大的努力 我安慰她 苦口婆心地劝告她 甚至极言吏色地教训她 我还 我还苦苦地爱求她 我真的是什么法子都用尽了 可是她痴心病狂 时间不但不能治好她 反而会让她越来越严重 早孽啊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怎么得了啊 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 当初我就最反对什么爆牌未结婚了 可你们都不说话 都顺着急 其实老柯在的时候还比较好 其实老柯在的时候还比较好 小姐不会这么奇怪 也不会到处乱跑 最多 最多就只是跑去落月轩而已 现在是因为老柯走了 小姐才变成这样的 老柯 老柯是什么人哪 对对 你们都不知道 老柯是关在落月轩里的老园丁啊 她 她戴着面具 拄了根拐杖 缺了条腿 看了就怪怕人的 可小姐偏不怕 老爱去找她 因为啊 她能通灵哦 可以帮小姐找起缺少女的鬼魂 可 可大家都不高兴 不喜欢这样 所以最近老柯就突然不见了 她 她走了 虽然她一走 园子里好像就不那么鬼厉鬼气 落月轩里也没有那么恐怖兮兮 可是小姐她 她却变得比以前更伤心呢 那我宁愿鬼里鬼气好了 瞧 这就是我们在韩松园里过的日子 疑神疑鬼 提心吊胆 通灵的老柯 伤心的乐眉 还有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形容下去了 连小沛都说 她宁愿去过那鬼了鬼气的日子 所以你们足可以想想 我们现在的情况 已经遭到了什么地步 我越听心里越不安 这叫人怎么能放心乐眉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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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进在这儿空等也不是个办法呀 赶紧叫人出去找找吧 赶紧去找找啊 好 红达 你赶快把人集合起来 分配一下路线 叫大伙分头去找 什么地方都找 对了 要把思安跑遍的去找 好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地方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用不着劳师动众 我已经把他带回家里来了 我走了 放他 放他 了 好 好 我知道 你要为我坚强 为我突破难关 将来我会用一生一世 向你证明我是值得的 好不好 你无需向我证明什么 我就已经认定你是值得的 在你摘下面职的那一瞬间 我就再也无法把你 从我脑海中摸取 我早就认定你了 锦绪 过去的山盟海事 至今未变 永远永远都不会变的 我是认定你了 这辈子就只认定你一个人 你要相信我 会赋予我沟通吧 舅舅你别怀疑我 无论如何 你就给我一点讯息吧 启雪 乐梅 启雪 启雪 乐梅 乐梅 你怎么了 我是洪达 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乐梅 你真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我是洪达 洪达 我知道你是洪达 真被你给吓死 刚才你那个表情 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是 你怎么会跑来这儿 找你呀 舅妈和小白都在家里 大家伙听说你回了四安 可又不见你回家 你说 怎么能不着急不担心呢 你真是拿着な 回去吧 你怎么就打算 给我 你不过 你再丢了 你这 Absolute 你也没有 我们都在一起 找个人 我还对我 你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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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真的 记得你过门不久 我去看你的手 你对我说 你会过得很好 因为你不诡诈 当时 你让我觉得很震撼 你给我一种既盛情 又不可侵犯的感觉 所以后来 很久很久 我都没有再去看你 可是现在 你变成了这个样 还有刚才听舅妈和小佩讲的那些 我才知道 原来你过得糟透 所以我不能不管 我不要你滚 不过得好不好 糟不糟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用滚 乐梅 乐梅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仍然对起先一往情深 心里根本容不下别人 可我不是别人 我跟你青梅竹马 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知道 我没有什么特别好 可是我了解你 刚才我听小佩说 前几天你去了跳面具舞的地方 在那儿触景深情 我马上就联想到 私人叫你最难忘的地方 自然就是这个小山坡了 果然我就在这儿找到你 你看 我就是这么懂你 了解你 又是你这么熟悉的人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会使出浑身结束 让你快乐起来的 有时候我都在想 假如当初不是启轩来插一脚 也许我们现在都成亲了 日子可能过得平淡些 可至少是正常和健康的 可偏偏来插一脚 现在要扔下你不管 那么我不管 还有谁管呢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老柯还不够 现在你要加进来搅乱我 你们弄得我心思不准 意念不成 齐薛的鬼魂 就更不会与我沟通了 我已经好苦了 你还忍心来害我吗 我已经好苦了 你还忍心来害我吗 天哪 你已经到了胡言乱语的地步了 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谁说我胡言乱语了 你不懂 原来我真的一直在跟他沟通着 他常常无形地陪伴着我 在我窗外叹气 在我睡着的时候 替我关窗披衣 他还一件纸梅花送给我 还写诗词给我 那笛笛确确是启轩的亲笔迹 这些都真实地发生过 并不是我凭空捏造的 你怎么能说我胡言乱语呢 只是突然间 一切都改变了 因为鬼魂无所不知 启轩可以看穿我的心思 看出来一些连我都还不知不觉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只因为看出我对老柯好 会关心他 为他着急 为他言行失控 所以你就销声匿迹 弃我而去了 可那不是真感情 我只是有时候 不知不觉地把对你的感情 转移到他身上了 不能 不 但若你真的无所不知 就不该因此气我而去 不该不该啊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会对老柯移情 因为他太像齐轩了 他们太像太像了 齐轩却认为我背叛了他 所以跟我断绝了所有的沟通 可我没有背叛他 绝对绝对不会的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跟所有的人一样 都有爱增臣气 七情六欲 我苦的时候 有一个老柯让我感到那么清静 那么安慰 人非造物 孰难无情 而到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 我也会渴望有一个背叛能保护我 让我依靠 所以你刚才对我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又怎么会不心动呢 可是 可是关怀也好 心动也罢 他们都只是感觉 并不会成为事实啊 我会抗拒一切的诱惑 永远之中一份感情 再苦我也甘愿的 为什么齐轩他还是狠了心地不理我呢 他还要不解我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做人比做鬼 还苦 还难啊 所以 请你行个好 别叫我难 别叫我苦 好吗 你要拯救不了我 就会把我跟腿想崩溃的边缘去 真的 我求求你 看你把大伙给劲掉了 幸福洪达机灵 这才把你找回来 好了好了 别再说他了 瞧瞧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了 气色也不好 哪里还像我以前的乐眉呀 来来来 让他坐下来歇一会儿 来 好 好 何妈 赶紧到厨房去交代医生 弄个人生机什么的 有了有的 我刚才已经叫小佩去了 他去怎么沉呢 你去 交代他们给我多摘几只鸡 多弄几个好菜 这不好好的补一补怎么行呢 好好好 我这就去 我说 你们母女点儿就先别走了 留下来 住一段日子吧 对对对 让姑爹姑妈 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 乐眉 乐眉 不 我不能留在这儿 我得回韩松园去 今天我只是抱着一线希望 到从前跟启萱见面的地方 试试看 既然一无所获 那 那我就要回去了 乐眉 乐眉 你和姑爹姑妈 这么长时间不见面了 这次到寺安来 你也无心看看他们 那还是洪打硬把你拉回来的 现在 你连椅子都没坐热 就说要走 他们对你的心疼已关切 你都置若罔闻 视若无睹 对不对 我 我 我无意伤你们的心 请你们原谅我 我真的必须赶回去 因为 因为在我离开一整天之后 谁知道启萱 会不会在我房里留下一卷词 或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必须急着赶回去瞧瞧 你们一定会谅解的 是不是 你们不要这样子看我 也许你们觉得我现在神色恍惚 不知所云 可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 我不是疯了 我没有疯 我只是等启萱给我点讯息 等得快发疯了 好好好 姑爹姑妈 不长留你 你别急 但是 好歹今儿晚上留一宿吧 你娘说你大概天还没亮 就起床赶路了 难怪你这么疲倦的模样 就算是安慰姑爹姑妈留一宿 别累着了,好不好 我会叫人到柯家去通知医生的 好不好 我马上去知会柯家医生 好 当然可以住一宿 多住几天都没有关系 知道乐梅在韩家我就放心 今天一大早 应血拿着她留的一张字条 说她一声不响的就到了治安 咱们绝家人差一点都敢去找她 伯父,我赶着来见您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知道启萱不在韩松原 您能不能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想见她 她在万里那儿 东南,你怎么有空跑来找我啊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启萱 你帮我来 走 你们啊,有证件 我们不是故事吗 我们是故事吗 我不是故事吗 我们是故事吗 我不是故事吗 我不是故事呀 你不是故事吗 你不是故事吗 就来来去哪儿 你快走 你就知道顧及她 乐梅就无所谓 不重要 任她在那儿伤心憔悴 枯萎凋谢 华二少爷 你有话好好说吧 好好说 我都快气死了 你知道乐梅今天做什么了吗 她一个人跑了很远的路 赶回寺安 可她不是去探亲的 而是跑到你们 从前约会的那个小山坡 去招你的婚 你真有本事 把她害得你无伦次 痴痴癫癫癫的 简直变了一个人了 我服了你 兄弟 请你放开我们家少爷 洪达 你不要这么冲动吧 我们就立刻把她抢回家去 再也会让她回来 那就抢吧 我请你 我求你把她抢回家去 够了 你自己招架不住 你就把乐梅当做皮球一样 先是扔给我 我不接 你现在又要扔给洪达 你 我想接啊 我很想接啊 我甚至直截了当地跟她说过 我要娶她 可她宁愿为你死守到底 像她这么重情重义的人 让她背叛你 会让她崩溃的 既然如此 那我只好靠边这儿了 不过现在你要站出来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不不不 不不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简直是世所成性 你知道吗 乐梅之所以挣扎得这么痛 这么可怜 是因为她在抗拒自己想念老柯 好 你为我流过多少泪 我怎么忍心离开你 如果誓言会变冷 我就像天边的流星 我就像天边的流星 若非前世曾见过你 若非前世曾见过你 就可能来生要继续 你为我点一盏灯 你为我点一盏灯 让每个夜都那么正 从不后悔爱上你 不管路有多期许 谁也不能放弃 不管遇到多少风雨 从不后悔爱上你 都得越久越珍惜你 就算回到从前 我也一定还要 再共铺连去 我在这边 从不后悔爱上你 再加人 从不后悔爱上你 我常常常会想到你 我常常会变成